半夜开车突然有扼煞挡车咆哮 甚至持铁棍下车 扼煞不止呛瞎挡车 更直接拿铁棍砸车 民众莫名受害 车上警报其大响 倒车回头找朋友 两人已经手刀跑去找杂车男理论 对方见寡不敌众 一个紧张倒车还撞到路旁货车 随即猛踩油门离开 却又撞到人 当时陈兴扼煞上了车后 驾驶疑似太紧张了 急到车 撞到后方货车又往前冲 又擦中到被害人的朋友 陈兴男子以为仇家一群仇 当街持棒杂车 还搏挤到一旁的货车 现场凹了一大块 大声然后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这下就是可能是紧张 整台车都跳到上配台 真的撞这么大 火车被撞到上面来 究竟什么纠纷半夜扼煞砸车 原来陈兴嫌犯看到被害人和朋友的两辆车子 在住家附近绕了好几圈 以为是仇家上门找麻烦 和朋友持铁棍去理论 砸完车后才发现原来乌龙一场 双方根本不认识 警方表示当晚立即通知砸车男到派出所 双方当场和解 只是扼煞误认仇家上门 却砸错了车 到了派出所只能低头 说抱歉 记者杨琪浩 李嘉明 少奖 新闻市报道